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5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近年来墙内互联网言论审查越发的严格 但无法阻挡中国网友们的智慧创造新词 近日中国网民自嘲生来就被剥削的人况一词火遍中国网络 甚至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网 这是继躺平润走红后又一个爆红网络的新名词 不过相关话题目前已在墙内微博、抖音、知乎等平台 遭到中共当局的全面屏蔽即封杀 有分析指出,在中共官方眼里 人的价值不在于实现个人追求 而是为国家统治机器创收 而中国人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现实 综合报道 人矿一词最早出现在1984年的倒霉人民日报上 意思是说,人是一种资源 不过现代中国网友则更多的用于对其自身调侃和对个人命运的比喻 类似韭菜、牛马等讽刺不把人当人 有网友认为 人矿的意思就是特指那些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 他们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一辈子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 视为终极韭菜 人矿一词被创造出来之后,在中国知乎网站上引发热议 不少人形容这个词准确传递出这个时代缩影下的人间悲歌 并一度冲上热搜榜 在社交媒体知乎上一篇题为《如何看待人矿》这个词的文章中 有网友对于人矿给出更详尽的解读 比如,人矿意味着你是资源,不是主体 你是手段,不是目的 耗尽一生的能量是为了成全他人 而不是追逐自己渴望的人生 文章写道 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人矿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自我意识缺醒的时候 为了减少这痛苦 他只能糊涂,假装自己睡着 日复一日燃烧自己 所以当你看到一片沉默的人矿 你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矿 其实是清醒的 直到某个特殊的时刻 随着人矿一词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相关话题目前已在微博、抖音和知乎网等墙内各大社交平台上 遭到屏蔽封杀 原《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主编陈毅中 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分析指出 在中共治理体系下 人的价值在于创造财富 以供养国家统治机器 而不是实现个人理想 诚意中直言 这个词非常残忍、非常可笑 在中共所有的政治理念中 它就是把人当作一种可开发的资源来利用 在他们眼中 人口就跟牲口一样 这些资源是为了国家创造税收 为所谓的统治机器创造收入的 在过去十年包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主政的九年当中 中共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29% 而此前的2001年到2010年 以及1991到2000年两个十年 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55%和10.45%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中共国GDP在2020年增长2.2% 2021年增长8.1% 但预计到2022年将下降至2.8% 由此可见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共国经济增长正在不断下滑 有分析指出 中共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习近平的政策所阻碍 未来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经济再难重现活力 文媒读者网索纳编译报道 学者约格胜·古普塔撰文指出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减少劳动成本上升 投资回报率下降 和生产率增长放缓等结构性制约因素 阻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加上习近平选择坚持清零放缓市场改革 对房地产和科技行业过度监管 以及缺乏适当的刺激国内消费战略等政策 进一步制约了经济的复苏 习近平谋求在全球成为主导 试图通过大规模军事现代化 以及通过收复争议领土 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野心 结果招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华高端技术 进口和贸易的制裁 严重影响了中共国经济整体增长 文章分析 中共此前的高增长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 房地产发展以及低成本制造业和出口所推动 如今中国已经发展出庞大的基础设施 房地产行业又开始出现泡沫 债务变得难以控制 企业根本无法继续在这些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加上全球环境变得更具挑战性 不少外资都选择由撤出中国 开始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链基地 这一切都让中国经济承压 国内方面 除了国金民退 国内消费也在中共国以蜗牛般的速度增长 这期间主要问题是由于习近平当局 对卫生 教育 住房和养老金等社会部门的投资很少 一些分析人士已经指出 近三年的清零政策 是习近平犯下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罪行之一 因为它摧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 给中共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文章最后写道 在2022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宣布了应对经济逆风的政策 声称会微调政策以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击 保持国有和私营部门的平等地位 支持民营经济 包括消费 但在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情况下 人们纷纷怀疑 这些说辞不过是为了赢得民众支持的一种策略 直到现在 习近平也没有明确说明 2023年的任何经济增长目标 在此前的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将著名的经济改革者从政治局中提出 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忠实追随者 鉴于习近平倾向于维持中共对私营企业 及国家经济的严密控制 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 未来习近平的政策只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增长 扼杀他的前任们曾经为中共国所建立的经济活力 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全面恶化 中国网络科技巨头掀起裁员潮 字节跳动 腾讯 京东等大厂相继出现裁员 缩减业务等动作 有分析指出 如今的形势下 网络科技企业不得不通过 降本增效求盈利 融资烧钱扩张的老路不再可行 中央社援引凤凰财经5日报道 裁员消息持续纷扰大陆科技圈 字节跳动去年底传出裁员 预计规模将达10% 今日头条 抖音 TikTok和其他等多个业务部门 都有人收到裁员通知 在去年12月 B站小米知乎也传出裁员消息 商业讯息机构刊物晚点 为2022年网络科技圈下了一个注解 中国12大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少见的有了共同的策略 降本增效 而环境改变促成了这一个变化 中国网络科技也进入了新阶段 不再寄望无穷无尽成长 或是笃定大投入可以换来大回报 而是确保自己在停止扩张后 通过提高管理和经营效率获得利润 对于网络巨头们纷纷裁员 第一财经五支报道引述 浙江大学专家盘和林指出 中国网络科技企业需要实现降本增效 过去 这些网络巨头们的思维是通过资本市场 尤其是美股获得融资 以降低策略占领市场 而随着中美关系低迷 美联储加息导致流动性紧张 这些企业无法从外补获得充足融资 需要通过裁员砍掉不赚钱 旁之业务来提升业绩 将本增效维持盈利能力 这部分改变将是长期的 不会再回到烧钱扩张老路 网络巨头们的财源潮 可能还要持续一个季度 在中美科技竞争态势日益紧张之际 美国电脑制造巨头 已开始推动与中国脱钩的政策 戴尔宣布将在2024年实现 所有产品不使用中国芯片 另一家个人电脑巨头商 惠普公司也开始调查其供应商 以衡量将生产和装配 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可信性 据日经亚洲报道 三名之前是透露 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三的戴尔公司 去年底就告知其供应商 该公司将大幅减少 在产品中使用中国制芯片 并在2024年完全实现 其产品全部与中国脱钩 除了芯片外 戴尔还要求电子模块和印刷电路板等 其他组建的供应商和产品组装商 开始准备提高在中国以外 国家如越南的产能 其中一名之前是说 戴尔的目标非常激进 这不仅涉及目前由中国芯片制造商生产的芯片 还涉及非中国供应商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 如果戴尔的供应商没有措施来应对戴尔的要求 他们最终可能会失去戴尔的订单 除了戴尔之外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惠普也开始对其供应商进行调查 评估将生产和装配线牵出中国的可能性 报道指出 戴尔和惠普态度的快速转变 令一些业内人士相当惊讶 一家戴尔和惠普的芯片供应商表示 这不是评估 也不是喊狼来了 而是真实的正在进行的计划 而且这种趋势看起来是不可逆转的 产业分析师认为 对于苹果公司以及其他美国电子制造商而言 中美之间持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让他们必须更认真地执行在中国以外 建立替代性生产基地的计划 尽管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这一趋势真的出现了 这将是科技供应链的未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